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 从来不吃这一头 你到底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呢 得到不自量力 我们今天要维护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权益 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正当的发展权 公道自在人心 正义终将大来 美方威胁要对中方加征额外的关税 这根本吓唬不了中国人民 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 从来不吃这一套 要先把中国出名是吧 这是痴心妄想 怎么可能呢 它有点不自量力 现在中国有句很网红的话叫做做人不能太美国了 我们希望美方有些人能够深刻地反省一下 我只想磕磕两身 事实上自己身体让别人去吃药也是没有任何用的 六月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居然公开宣称发生在香港的示威游行隧道美丽的风景线 我们希望这样的风景线在美国越多越好 你刚才提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不合时宜 你刚才把它先入为主 你就设定为是中国 而且把它和中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联系在一起 我觉得你这个出发点是很有问题的 你到底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呢 中国的舰紧编队在自己的家里 进行正常的地形训练 是没有什么可能值得大声相关的 这一法案网红事实颠倒是非 违反公议 玩弄双重标准 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我要再次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我们正告美方认清形势 悬崖乐梦 你知道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鲁迅 他有篇小说叫做《祝福》 《祝福》里面有个人物叫做祥林嫂 你知道吧 他总是喋喋不休地唠叨就同样的话题 我看蓬佩奥先生的作为啊 现在的行为举止 非常的像祥林嫂 只不过呢 祥林嫂唠叨叨的是一些无害的废话可能 而蓬佩奥先生呢 叨唠的事都是有毒的谎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常岁崎조